我們的帥哥秉秀居然有碰過那個 一個晚上分手五次 我剛看大字報我真的嚇到 因為我沒有看到分手兩個字 對 因為這邊的人都是說 什麼在一起都聽過幾次分手這樣子 但是我一個晚上 我們就是五次分手在和好 分手和好 是認真還是只是講而已 真的認真 因為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是空姐 一個韓國的空姐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是 當時我是在台灣唸書 所以我是大學生 然後她在韓國 遠距離 對 遠距離 所以是我跟她見面的時間很短 因為我暑假寒假才可以跟她見面 然後她也是工作太忙 然後我們有一次 我們要去基舊島旅行 然後我們好像慶祝一年 我們基舊島旅行的時候 我們前面一段時間 就開開心心的我們去旅行 然後我們就晚上回來飯店 飯店裡面就是我們要 就是需要愉快的時間 她有一點喝醉然後大哭 然後她在我的面前大哭 然後就我跟她為什麼 然後就她說很累 因為我每個其他空姐的同事都是 下班男生來載 男朋友來載我 帶她回家 然後你又一直在台灣 然後就是我很累 然後我不想要跟你在一起 我們要分手 然後我覺得 我也那時候很生氣 好吧 算了 然後我現在要回家 然後就是我直接拿東西 然後出去 然後出去 出去那個 我去那個機場的路上 她打給我 秉修要回來 我想你 然後再回去 你有什麼沒拿 秉修回來 然後再回去 然後就到火灶 她說她就抱一下 然後就我們在那個床上聊天 然後她說 她在哭 然後她又說很累 我真的不想要跟你在一起 然後我就要分手 然後我就要出去 我們再一直反覆 這樣會打牆嗎 真的是四五次這樣 然後後來 所以機場車一直在樓下等你 對 樓下的那個服務員就很煩 然後她覺得 就是傻眼在幹嘛 對 一直到機場車過去 然後再回來 過去再回來 就是這樣 然後她覺得很傻眼 然後後來就是 我四五次的時候 她下面已經幫我準備 一個一台計程車了 然後就是 就是 最後一次就回來 就是女朋友已經 因為她一直哭一直哭 太累了 睡著了 然後我就在旁邊 就 作者就想很久 真的是要回家 這個要看吧 然後就是我們就那一天 那一天晚上這樣過了 然後我們隔一天 我們就一起去 回去那個首位 然後就分手了 沒有分手了 還繼續在一起 還繼續在一起 超瘋的 時間很多耶 真的真的很猛耶 對 我發現你很有耐心耶 很有耐心 對啊 那那一任你交往多久 最後 我跟她交往四年多了 我快 我畢業以後跟她分手了 真的是受夠了 因為畢業以後 她以為是我回來 回去 那個回來韓國這樣 但是我聽到 她聽到就是我留在台灣工作 她覺得受不了 沒辦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 OK啦 OK啦 那如果另外一半 真的很喜歡提分手 你們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招數可以讓她拜託 不要再提分手了嗎 你跟我講你要分手嘛對不對 反正就是又發現什麼事情 你跟我講你真的要分手的話 馬上打電話給兄弟 就問他一下 兄弟你在哪裡 他兄弟說 可能在喝酒什麼的 還是KTV 然後說保鮮幾號 我要去找你 我們來喝酒 是 馬上講 可是你要講就是 你要讓你的女朋友聽得到 你在講這件事情嗎 講給他 他要聽 他要聽你要出去喝酒 對... 他馬上會跟你說 其實寶貝 你進來一下 我們再聊一下這件事情 他馬上會改變 因為他怕你就是要出去喝酒 那可能你出去喝酒 你會碰到一些女生 可是因為你已經生生了嘛 所以你可以幹嘛幹嘛的嘛 所以這個真的真的好用 其實他與其這樣怕 還不如就打斷你的腿就好啦 真的沒辦法可以打 沒辦法 所以女朋友一提分手就好啊 那我就出去玩喝酒 對啊 就出去玩啊 那我們不是已經分手了嗎 那我就出去玩嘛 對不對 這樣有用嗎 如果不是真的想分會有用啊 對 本來只是想氣他 後來發覺他真的會很開心 就是很害怕 對 因為你如果就是 反正就是我無聊什麼 就是講一些 真的 那我分手分手什麼的 我講這句話 我如果是認真 我真的會出去 我真的會出去 那可能明天再回來 對 就發覺 分了之後他比我還開心 不行 我要拖著他痛苦 所以不能讓他分手 你都用哪一招 如果是你的話 如果是我對付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很喜歡用冷處理這一招 他還不是說一直說分手 他像很多男生一樣 他是帶一種模擬兩個 他就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過不去 我們兩個各自想一想 冷靜一下再說 然後什麼叫做冷靜一下再說 他就說 他說想好了 我們冷靜了再聯絡 那多久啊 沒有說多久 然後他也不說這是分手 或者是不分手 他就說先這樣 我們再講下去也不會有結果 先想一想 就這樣子 然後我很受不了男生是一個 沒有結論的那種 到底要分還不分 妳想要今日是今日不分 或者是你今天跟我講說 好啊 那我們就分 那我也可以出去唱歌啊 他就說我們想一想 然後再來 然後我很受不了這種 我就跟他身邊的好朋友 都也是出去玩 然後跟他的家人約吃飯 譬如他跟夢多是好朋友 我也跟夢多出去約唱歌 約喝酒約吃飯 然後他朋友 他朋友問我說 欸 不會啊 因為很開心 他朋友會 他朋友問我說你們分手 我會說沒有啊 就只是兩個人冷戰 或是這幾天沒聯絡 對 然後他朋友也OK 然後他身旁周遭 家人啊 朋友 很多人就會跟他報告說 欸 你女朋友怎麼樣 很多人在他身邊 就會提到我的事情 等於也沒有真的讓他冷靜下來 也沒有 這高招耶 也沒有 他就一直聽到你 然後他家人也在跟我吃飯 有時候我還會去他家吃飯一下這樣 然後看到他下班回來這樣 那我們兩個就沒什麼事啊 不就是這樣嗎 然後他看到心裡也會覺得 怎麼就是有點唉呦這樣 怎麼你怎麼會出現 然後你怎麼會又跟我朋友 可是就是這樣不是嗎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狀態 他自己也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是要打破這個僵局 他就會主動來找你 對 對 就是還是要把這件事情彈開嗎 還是要講清楚 這個很強欸 真的是老司機老船長 我之前也是用類似的 因為我以前都是一直求女友 原諒我啊 拜託我們再試試看什麼 我覺得那個是讓自己很沒有自尊 然後女生會學習利用這一招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狠心一點 像上一次一個女友跟我提分手 她就說我覺得我們還是分手好了 然後我就 哦 好 我就去說好了 然後就刮臉好了 然後我就去見朋友 我沒有特別跟她講什麼 然後我就跟朋友去玩啊 然後就也再沒有看手機啊 我就分心一下好了 大概小時半天 那晚上我看手機 她一直打電話給我 那個女友一直打電話給我 我想說 那不是分了嗎 對啊 所以她說你怎麼 她就傳訊息 她怎麼 你怎麼都沒接電話啊什麼的 我說我再忙啊怎麼了 但是你怎麼 你不想跟我講話嗎什麼的 我說不是分手了嗎 哎呀 還是可以聊一下嘛 就是我還是覺得還是可以 也許 除了 所以她其實 她後來知道 她再也沒有隨便踢分手了 她知道 OK 如果你踢了 OK 好啊 她就真的變性功了 我不想說服你跟我這一集啊 因為如果你覺得該分手呢 代表你不夠愛我 你不夠相信 那就算了 對啊 哇 這個有點厲害耶 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OK 對 她趙群這個比較荒謬 我們聽聽看 怎麼樣心思了吧 我覺得女生本來就是拿來疼啦 所以通常她們要什麼 我就盡量看 如果我辦得到 所以我自己遇到的一個事情就是 她在提分手的時候 什麼夢多怎麼了 夢多 夢多 妳可是剛剛說什麼再一次 女生原本是什麼 哪來疼是不是 哪來疼 對啊 怎麼樣 什麼東西 妳想要表達什麼 沒有沒有 是啊 沒錯 她剛剛沒有拿麥克風給我這樣 這樣子耶 你很不認同 所以你不認同是不是 她是不認同造群的嗎 妳不疼女生 女生就讓妳頭疼 我告訴妳 真的 對 反正就是她只要是提分手 因為剛才有一任是 一百天那個嘛 我跟我們交完兩年 然後她提分手 我自己用的一個招數就是 我把 我給她的卡收回來 然後她就安靜了 就是 你給她什麼卡 什麼卡 就是 花費的卡 應該是說 因為我跟她之前有一起創業 然後我們的那個資金 全部都是進到那張卡 那她因為她太常提分手了 所以在她提的當下 我們確定 就是我自己覺得 妳再提下去我就把妳卡割掉 然後全部錢都是到我這邊來 所以那時候就安靜了 就是把她的資金全部拿走 我覺得就是一個富二代的言論 富二代的言論 可是這樣子 那個好嗎 這樣子繼續這一題 也沒有意義 我覺得 這個傷害妳們的感情耶 對 Venzen是為了錢啊 對 不然呢 不是 不是 因為她用分手來講的時候 是開玩笑的方式 但你要她不要一直這樣子 用分手來開玩笑 她是不然用這個東西啊 她如果因為這個不再提分手 妳就知道她只在乎妳的錢 不在乎妳 沒錯 原來趙群是一個 花錢買愛情的 對 是不是 奇怪耶 是這樣嗎 夢多哥哥幫妳建議 ZERO ZERO 沒有感情 都是錢 都是錢 都是用錢堆出來 蘇慶 我的話 我之前呢 就是有碰過一個招 我覺得還不錯 每一次都是要分手 然後我就會說 好 那就分手 她就會說 我剛才說的只是氣話 妳聽不出來嗎 然後就連續了這樣好幾次 我就說真的不能這樣 我們要想出一個應對的方法 對 然後我就說 妳不能再說分手了 所以要想一個方法 她就自己說 她就說 好 那不然以後只要我吵架 我每說一次 妳就罰我一千塊 我就說 好 那就這樣子 就後面 這麼便宜啊 對 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嘛 對 因為她自己提一千塊這樣 我就說好 結果後面吵架呢 她又說分手了 我就說 好 那一千塊這樣子 她就說好啊 一千就一千啊這樣啊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就提一千 一千 我講十字分手 分手 一萬拿去 她就這樣 她就這樣 那就是趙群啊 趙群就說卡給你啦 後面 所以妳跟趙群交往過 你們兩個滿合的啊 而且小姐七歲差不多 她就是這樣 我就說 你這樣是不是都罰不怕 因為她也會講說 那我給你一萬啊 我可以講十次 我說哪有這樣的 你罰錢罰不怕是不是 然後她就說 也沒有不怕啦 但就是 就是我就是很想分手這樣啊 對 想講啦 我就說好 那沒關係 既然罰錢罰不怕 我們現在就約定 如果下一次 你這樣吵架再說分手 要不就是我們立刻當下就分手 但是如果你不想分 你只是說企劃的話 你下次這樣子再說分手 妳也是用錢啊 妳講我 對啊 妳也是看錢 不是 因為 而且她又是不過戶咧 妳還要她去蓋章 還要跟她約去事務所 不是 因為妳家要找 你要找一個 是監理所 你要找一個男生他最在意的東西 是 因為你說罰一千一千他不怕啊 然後 你說那如果你以後說分手 那我也說分手 他也沒有在怕啊 你就也說分手 他沒有在怕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就找一個他最在意 因為人家都說 車子是男人的第二個老婆 對 我說那你就把車子過戶給我 再也沒說過要分手了 要分手刮在嘴邊 真的是很幼稚 而且妳講久了 就像狼來的故事 誰會理妳 真的喔 所以真的不要再那麼幼稚了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